Hello 同学们 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学习华文六年级 单元十四 注重细节 无往无利 成语 在这边 老师要邀请同学们点击订阅 支持老师所创建的语文和科学的频道 同学们 赶快按subscribe 订阅 还有记得开启小铃铛哦 这样同学们就可以收到更多有关语文和科学影片的资讯了 好 让我们一起学习这个单元的成语吧 第一个成语是 无往无利 无往无利 指的是呢 不管到什么地方都没有不顺利的 所以不管到什么地方都非常的顺利 指呢 各处都行得通 办得成 只要养成良好的学习态度和处事态度 无论做什么事情都会无往无利 那有了良好的学习态度和对人事物的态度 自然而然在做起事情上就会更加顺利 或者我们可以用无往无利 好 接着我们要看的成语是 循序渐进 循序渐进 所以同学们看到老师 展示的图片是一个阶梯一个阶梯 所以循序渐进呢 指的是 有步骤的逐步深入或者提高 所以一步一步的往上走 或者呢 由最容易的往呢 难的这个习题或者问题上 学习必须循序渐进 要有耐心的一步一步往前进 绝不可以过于寂静 是的 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呢 要先把容易的习题呢 给学会慢慢的提升习题的难度 然后呢 稳扎稳打的一步一步的进步 绝对不能够呢 操之过急 也不能够呢 想要呢 找结定 一步一步循序渐进的学习 那么我们的学习的基础呢 就能够扎好 好 接着我们要学的这个成语呢 是不由自主 不由自主 所以不由跟自主 自主呢 指的是呢 我们能够控制自己的身体哦 那不由呢 代表呢 不能够 换句话说 由不得自己做主 或者呢 控制不住自己 一看见走失多日的猫 出现在自己眼前 名为不由自主的迎上前 抱住他 是的 已经多日不见的宠物呢 你是你心爱的宠物 突然间呢 出现在你的眼前 而且你之前非常的想念他 你会不由自主的抱紧他 好 接着我们要看的成语是 万贯家财 万贯家财 指的是呢 家里呢 十分的富有 或者我们可以形容 家产及丰厚 非常的富有 或者同学们常说的 非常的有钱 纵然张太太万贯家财 但她还是很勤俭持家 不乱挥霍金钱 是的 不管我们有多少的财富 不管我们是万贯家财 还是呢 非常的富有 我们都要能够善用 或者我们要能够 好好的理财 这样呢 我们的财富呢 才不会呢 白白的挥霍掉 或者虚度掉 好 接着我们要看的是 一贫如喜 一贫如喜 跟刚刚的万贯家财 相反的是一贫如喜 贫这个字指的是 非常的穷 好 所以呢 一贫如喜指的是 形容贫穷的 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 就像被水冲洗过一样 当水呢 一冲过呢 所有的东西都被冲走了 空荡荡的 什么都没有 非常的贫穷 祝福 祝福招受诈骗集团 骗光了他所有的积蓄 一夜之间变得一贫如喜 好 接下来我们要学习的 那这一个成语呢 目不实钉 目指的是眼睛 那眼睛不认识 这一个钉 这一个字 所以目不实钉 指的是人呢 他不实字 那一般上 我们把不实字的人呢 我们称作为文码 那这些人呢 他们看不懂呢 书本上字的这一个意思 他们也读不出这一些字 所以我们叫做目不实钉 好 虽然张先生小时候家境贫穷 未受过教育 目不实钉的他重复 自暴自弃 仍努力上进 最终成为成功的企业家 好 接着我们要看的成语呢 是轻而易举 轻而易举 那轻而易举呢 指的是呢 毫不费力就能够把事情呢 给办成 所以这个东西呢 非常轻啊 非常容易就可以举起来啊 完全就是不费力气 就能够把事情办好 只要你平时专心上课 勤奋复习 要在年终考试中考取好成绩 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好 接着我们要看的这个成语呢 是功亏一聩 功亏一聩 那功亏一聩 其实啊 前面有搭配另一个这个词语啊 叫做 为山九任 功亏一聩 那功亏一聩呢 指的是 比喻做一件事情呢 最后只差一点 而没有取得成功 好 原本我校篮球队在校技篮球赛中 有十足的把握夺冠 但在最后 却在决赛的一次失误而功亏一聩 好 接着我们要看的是 旅见不先 旅见不先 指的是呢 很多次都能够看见了 已经不是一件新鲜的事 形容多次见到 不觉得新奇 车主在驾驶时使用手机 严重交通意外的事故 旅见不先 所以呢 同学们 在开车的时候呢 你们要提醒家长 是不能够用手机的 因为交通事故呢 真的是很平密的发生 旅见不先 好 今天我们要学习的 最后一个成语呢 是微不足道 微不足道 指的是呢 非常渺小 根本不值得一提 助人为快乐之本 无论是微不足道的小事 或是事关紧要的大事 只要我们能帮助到别人的 我们都应该尽力帮忙 好 同学们 今天我们要学习的 这个单元的成语都学完了 希望同学们 透过这短短的影片呢 有把这十个成语都学会 都掌握好 好 我们这堂课就到这里 拜拜 拜拜